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一段你请我愿的婚恋 为什么不被双方家长看好 放打鸳鸯到底背后有哪些无奈和纠结 饱受磨难的身体 能走出什么样的人生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冠军妈妈 在海南省穷中黎祖苗祖自治县 黎母山镇妖子居委会 2009年的一天 一个外乡人闯入 使得平静的山村突然喧闹起来 来人一路打听 来到了行国武和苏金兰夫妇的家门口 与家中一个年轻女子拉扯起来 听他们的描述 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山村里突然喧闹的理由了 就是苏金兰的儿子阿昭找了女朋友阿丽 阿丽的母亲不愿意他们两个人交往 就赶来拉女儿回家 可是人家阿丽是铁了心了 认准了阿昭 要住在阿昭家就不走 这母亲就急了 动了手了 那一对青年男女的婚事 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知情人说 问题还是出在苏金兰的儿子阿昭的身上 苏金兰今年53岁 年发20的时候 认识了邻村的青年行国武 由于两人的家里都很贫困 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彩礼 也没有陪嫁 因为有爱 贫寒的日子快乐而温暖 可是1985年 他们的儿子阿昭出生后 多病的身体让他们倍感困顿 对着发生的日子很不爱 那时候我们的爸好打 打针打来打死打来 打死也是打不好 孩子的病情不见好转 夫妻俩陷入了绝望 我心里也是想这么想 不知道哪一天 出草了 病病歪歪的阿昭 在家人的担忧中 顽强的生存着 而且到了三岁的时候 会慢慢走路了 苏金兰喜出望外 可是会走的阿昭 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看到阿昭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的表现 苏金兰夫妇猛然警醒 然而这个家庭所要遭受的打击还不仅如此 比阿昭小两岁的妹妹阿玲 出生不久 也表现出了异常 和阿昭一样 阿玲也在高烧之后 智力出现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智障儿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不仅是精神煎熬 实际生活也难以应对 苏金兰夫妇以坚决不放弃的态度 回应了人们的劝说 他们没钱到大城市给孩子看病 就便访民间求医问药 从我们这里要走三路 要两天两夜 阿昭是智障儿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为了开启孩子的智力 苏金兰不时也向他人请教 有意识地教阿昭读书十字 并自己跟着电视学说普通话 然后再用普通话教阿昭讲话 通过十年的努力 阿昭能从医数到十百千 还认识了一些字 会讲普通话 然而阿昭的又一次莽撞 使他和这个家庭雪上加爽 苏金兰夫妇将摔晕的阿昭带去医院治疗 二十四天后拍片复查 才发现腿骨没接好错位了 歪了 接歪了 以前他那个脚是这样走的 阿昭成了智力和身体的双重残疾 阿昭这边的事还没有处理好 阿昭妹妹阿玲的经常出走 也让苏金兰夫妇惊恐不安 苏金兰说女儿阿玲不仅智障 而且精神也有问题 他们担心女儿离家后会发生意外 便整日看守着女儿 但稍不如神 阿玲就跑出了村子 有时候他们一早一早 早了五六天才找到那闺女 一双儿女的特殊身体 令苏金兰焦头烂额 不幸的是 整日为家庭奔波劳顿的丈夫 也出现了状况 她老公有点病 头也会晕 头也会痛 手也会痛 提不了中通知 丈夫和一双儿女都是病人 苏金兰既要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还要保证一家人的生命安全 苏金兰的辛苦操持 福音梅都看在眼里 当收到海南省特奥会田径队准备招收队员 穷中县残联 正在挑选残疾人运动员的通知后 福音梅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苏金兰 苏金兰想让阿昭去试试 福音梅担心阿昭的身体可能影响她跑步的速度 她以前是摔过 摔过也结束 我就怕她拥有后遇症 她跑不过人家 苏金兰说阿昭因为智障 总被村里的孩子嘲笑 扔石头追打 阿昭不会反抗 撒腿就跑 而且越跑越快 在说服福音梅的同时 莫世红见到了阿昭 王平是穷中县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 此次他作为教练员来测试和挑选运动员 他一见到阿昭就让阿昭去操场练习跑步 快不快跑 快很快 他也没受过训练 他跑那么快 他有些做 有些镇料是 他是天静的 盲平认定 阿昭适合做田静运动员 这让在场的人都出乎预料 可以啊 他肌力应该是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他能跑得这么快 这也是意外 参加特奥会田静比赛 教练王平的责任是现在献力训练阿昭 把阿昭基础打好了 再送到省里集训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 阿昭和其他县市的被选中的运动员 集中在海口训练 16岁的阿昭从未离开国家 苏京兰不放心儿子 他让丈夫去海口陪着阿昭 自己在家里做家务 干农活 割娇 从此以后 每次阿昭从集训队回家 人们总会看见 离母山下一个少年在前边奔跑 一个妇女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阿昭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当年全省和全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静比赛中都获得了金牌 50米 100米 200米 三项第一米 你跑多少秒 多快 不知道 100米应该就是 13秒左右这样的 比个手续他就知道 他是第一 他是第一的 就高兴了 都关金了 在那个定期上 那那那那那 也看到实际那个 当过去我都高兴啊 说 哦 去买 就去买 放来放 一段你请我愿的婚恋 为什么不被双方家长看好 他妈妈也不同意 那我就讲了你 双方公司就好了 棒打鸳鸯 到底背后有哪些无奈和纠结 饱受磨难的身体 能走出什么样的人生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冠军妈妈 儿子成了冠军了 苏金兰 这就成了冠军妈妈了 这的确让他喜出望外 但儿子毕竟是残疾人 从阿昭一出生 苏金兰夫妻俩就盼着他这病能治好 盼着他能会走路 盼着他会说话 不成想 等来一个智障的结果 再往后 阿昭呢 又因为爬树 把腿给摔断了 阿昭的这个状况 苏金兰 只能指望 他怎么能生活下去 没想到 这孩子将来还能获得荣誉 当然他更没想到 就是阿昭啊 再遇归来 还带回来一个女孩子 然后等一下就他们两个人 都能练习的 叫阿丽 哦 一起锻炼的 没跟你说身材女朋友吗 没有 那时候他回来 我清楚他是怎么样的 不清楚 阿丽和阿昭一样 也是由穷中线选送的集训队员 他们一起训练 一起比赛 渐渐的彼此熟悉了 是打一毛球 他跑不了 不嘛 他 他跑不了 看他是不是那个料 他就要叫他打一毛球 你出去比赛啊 比赛 就说他老是往这个 女孩子的房间跑 莫士红说 集训时他看出了这两个男女队员 来往比较密切 当时也看出来 当时也看他 他好像对了姑娘 也有一席的 那女孩子也有一席的 那女孩子看到他 也就 就两个人就 好像不相当喜欢到对方 你追着他 他 他 他追我 我上 我说是了 他就跟着我 我就问他 他说你想不想打他当老花 想啊 那你跟他说 那你就跟父母讲 叫你父母跟他父母讲啊 听了教练的话 阿赵便将阿丽带回家里 大家都认为 去比赛了 两个人 情侯一合了 又带个老婆回来了 还是好了 可是 就在他们双双回家的当天下午 听到丰盛的阿丽的母亲 很快赶过来 人家的都 阿赵也傻 他闺女也傻 你都生出来 小孩查了 怎么办啊 阿丽不理解母亲的担忧 她的话激怒了母亲 他说我的家在这里 我回什么家 他就这样对他母亲这样讲 所以他拼命拉 就打了 两个青年人的爱恋 不仅阿丽的母亲不同意 苏金兰也觉得 两个智障人在一起 生活难以为继 阿丽的坚持令母亲们无可奈何 阿丽在苏金兰家住了十多天 才回到自己家 而此时 阿昭正处于集训的间隔器 县残怜 美阿昭找了一份临时的 看鱼塘的工作 以下回来 就是说照顾 只干工 就到那个鱼塘那里 叫他去那里 有一个月 一生到一会儿 一会儿 他就 然后有孩子了 我们就上门去 去说 去提亲 去讲亲 这样子 都同意了 都同意了 苏金兰夫妇为阿昭和阿丽 举办了婚礼 大喜之日 他们又为两个孩子 今后的生活发愁了 看来很惨 也什么都不懂 也是慢慢教 教煮饭 洗衣服 这个就搭东西了 阿昭和阿丽的孩子 将要出生了 苏金兰夫妇担心 孙子的身体 会不会受 阿昭和阿丽的影响 有孩子 我会照顾孩子 然后会照顾孩子 有些 就怕孩子 上学 就没有 先上学 我就怕了 本身就这样了 那看到他 两个孩子 就经常了 成家之后 阿丽没有参加集训 也没有再参赛 阿昭 还是一如既往的训练比赛 他不仅在全国赛场上夺冠 还在世界夏季和冬季 特奥会比赛项目中 获得三块金牌 目前 阿昭 已经先后获得了国内和世界级金牌 共十枚 加上银牌 铜牌等 共计三十二枚奖牌 荣获体育道德 和风尚奖 被评为全国优秀特奥运动员 你说你去过哪些城市 不记得了 西大连 哈尔贝 吉连 上海 美国 他跟外界 跟社会上结束 经常到外面 跟人家结束 结束多了 基力也有所提高 现在阿昭和阿丽的女儿四岁 儿子两岁 都活泼可爱 对于孩子 阿昭有自己的打算 将来会去送他上学吗 对 你想让他做什么呢 将来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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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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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昭的身体 从小就多病多灾 能成为世界冠军 又娶妻生子 家庭事业 这双喜临门呢 这对于一个小山村 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 那是意外之喜 其实 阿昭能活着 这是妈妈的精心照料 能成为冠军 也有妈妈的功劳 一个坚韧 乐观的母亲 给孩子带来的是 精彩的阳光生活 现在 阿昭一家四口 跟父母亲住一块 苏金兰夫妇一边干农活 一边照看儿孙的生活 还经常用政府发的补助 和阿昭那奖金 给附近的养老院的老人 买肉啊 买米啊 还包粽子 2013年 苏金兰被评为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